什麼啦 就是我的東西剛好在裡面 那下車之前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說我們東西掉在裡面 所以他不給我們拿到紅燈 我們在那邊說不好意思 你不能這樣懶啊 直接打到總站去幫忙請求協助啊 他就反而就不應該 反而就不應該在路中開門了啊 你先打到總站去請求協助 他們會跟司機聯絡 然後再請求 然後跟你們講說 東西去哪裡拿去總站拿 對啊讓他走你不能攔他啊 在台中等公車難道要到路上 才能攔得下來嗎 這位林小姐是看到了131號公車 準備要招手攔車 但是呢車子是幾乎快要過站 才停下來 好不容易上了車司機就開始罵人說 你要站出來攔車才對啊 但是乘客就覺得 你跑到路中間欄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跟司機吵了起來 在帳牌 我知道你們不在那邊裡面 那邊很暗 要拍到很前面才看得清 而且我們還要注意 不可能一直盯著那個帳牌 可是我們跑出來 如果被車撞到呢 乘客和司機為了招手 攔車的位置吵了起來 因為司機要求乘客要站出來攔車 我騎在白天那邊 就是符合規定 你們我知道 可是你們現在已經晚上 你們要站出來 因為現在事件很晚 那裡沒有燈 所以你們要站出來 你在中午的我就會去玩 沒有辦法 出去就都看到 林小姐和其他乘客 9號晚間7點多 在崇德路和青島東路口站牌等公車 看到131路公車準備到站 立刻招手攔車 但司機像是沒看到一樣 都快過站才緊急停車 沒想到一上車 司機就對他們大罵 因為我已經搭過他的 這台公車很多次 他都有要求乘客要站到路中間去攔車 他才看得到 司機認為要求有理 但乘客無法接受 最後還要乘客自己去申訴 崇德路車流量大 詢問在這裡搭乘公車的民眾 有人覺得晚上光線偏暗 但沒遇過公車過站不停 不過如果司機要求到路中招手攔車 會覺得蠻危險的 有時候會怕他沒看到就會跑到外面去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 要明顯一點讓我看到你在招手 客運業者表示司機晚上開車 無法隨時注意站排旁的乘客 是否要搭車 當天是提醒乘客要提早招手 交通局則說已經請台中客運 先視影像釐清相關責任 如果有服務不當的情形 會易規定處分 請業者加強教育訓練 東三雄 蔡玲和陳立賢 林田靜 吳俊翔 陳惠美 在台中採訪報導 桃園這名女子奔向園景 氣喘吁吁 話都快說不清楚 原來她的手機望在公車上 眼見公車遠去狂奔追公車追不上 恰好遇到巡邏遠景立即求助 還好公車還不算太遠 遠景騎車追上 公車剛好到下一站 遠景騎到公車前 揮手示意將公車攔停 有民眾說手機遺失在你的車上 剛剛那個 那她可以過來看嗎 遠景趕緊回頭找遺失手機的女子 只見女子已經累到蹲坐在地 但一見遠景回來 有希望了馬上走向遠景 你不是那台公車嗎 那請你走過去 因為她要請你那邊 在那邊找一下 來 你上去看 快快快 有嗎 謝謝大哥 謝謝 謝謝 鎖心手機是找回來了 女子開心連連道謝 我難查公車會從公車司機 有這回事 與民眾一起協同尋找手機 熱心遠景就是她 女子相當感激 其他民眾也說會擔心東西 旺在車上 一下車可能就會被其他乘客撿走 的確有發生類似過的情況 車輛持續在運行的期間 其實我們的駕駛員 會比較專心注意前面 你們這樣追她也看不到 就算狂奔累到不行 公車司機也看不到 而且在馬路上追公車有很大的危險性 如果民眾心急要拿回物品 可以趕快記下車牌打給客運公司斜巡 以免發生危險 這也是星期很想要拿回理陪 有民眾很擔心啊 之前這個地震造成污損 其實早在五年多前喔 藍色帽子的阿伯和一名黑衣男子 兩個人就站在路中央對場呼罵 雙方你一眼我一語引起附近民眾注意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兩人火氣這麼大 公車經過那一站 他就是看公車過來 他想上車 但是他還沒走到站那邊 斑馬縣這邊攔公車 在那邊跟司機騎了口角 黑衣男子原來是公車司機 早上10點左右 公車開到台中霧峰的這個路口 阿伯疑似來不及走到後車停上車 趁著公車停等紅燈時 跑到前方藍車阻擋硬要上 還不斷飆罵髒話 才讓公車司機祈禱下車 跟他理論跟報警處理 那個阿伯剛好來了一個同年科運 他就直接上車 把那些趕下來乘客請上車之後 就開走這樣 警察該科運以違反 非遇突發狀況 在行駛途中 任意在車道上暫停 警方到場後 因為雙方都已經離開 聯繫司機也表示不需要協助 不過公車直接停在路上 開罵吵架的行為已經違法 警方將開罰司機6千到3萬元 還得掉扣牌照6個月 無法跑車工作沒了 一時衝動得不償失 東森新聞 蔡林漢良軒 台中報導 24歲魚姓男子 拉著行李箱追著公車跑 他追了三站將近一公里 氣喘吁吁實在跑不動了 也攔不到計程車 這時候他發現警車經過 彷彿看到救星 什麼事 可以照一車一公車 是我前方放在公車上面 上來上來上來 好緊一點 魚姓男子邊喘邊跟警方說 他從新竹來台中找朋友 一下公車之後 才發現皮包吊在公車上 警方聽完之後 因為當時沒勤募 乾脆好人坐到底 載著男子追公車 不久還真的在復興跟大慶街口 找到這一輛公車 趁著高好等紅燈 遠景陪同魚姓男子上車 找到遺落的皮夾 男子終於露出笑容 事發在15號下午3點多 最後皮夾有驚無險找回來 裡面的證件和錢都沒有短掃 讓魚姓男子可以安心去 找朋友了 東森新聞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你叫我什麼 你叫我滾 搭個公車乘客和司機 一言不合吵起來 你說我不想停嗎 你是不是有公車你才停的 最好是 我看到你軍頭還停 你離我還遠 雙方你一言我異語吵架 其音疑 這名女子下公車時 跟司機抱怨 台中公車不招手都不會停 司機不耐煩說的快滾 讓女子李志憲斷裂開始 嘶吼想下車的其他乘客 也不滿叫女子趕快下車 你幹什麼 你不要下車 車發生在台中火站附近的公車站牌 23號早上8點多 女子搭了304路公車 和司機爆發口角衝突 搭桿不太好啊 憋出來工作的 就有點浪費其他人的時間 別人可能在趕時間 就是不要到公車已經快停不下來才舉手 我還是會舉手 因為已經習慣了 基本上這邊的都會停 有的手機是很好的 有的手機是看你拿東西再多 還叫人家 你就走了 民眾看法不一 其他司機看到影片也表示 也有人喔 司機還沒有看到 他們就放下那個手 司機有打那個放下燈喔 你們的手才放下 台中公車其他司機認為 可能乘客對他們有誤解 當時客運公司強調 目前沒有接到客訴 未來會加強司機的情緒控管 一定要喜歡這個開公餐 你才能來開公餐 要不然你真的浪費你的時間 好啦 不管啦 東三星我廖志貴李湘銘領軒 台中報導 兩名女子站在腳踏車旁 一名女子走向車道 不過這時女子見狀 公車行駛的方向不太對勁 於是立刻往後想要躲避 但是下一秒 公車直直往棋樓方向衝 手拿便當的女子 背旁撞擊的機車擠到旁邊 而在腳踏車旁的兩名女子 趕緊往旁邊躲避 驚險畫面全被錄下 我那時候是從買完便當 直接走出便當店 然後就看到公車在轉彎 然後我往前要去牽摩托車的時候 公車就直接撞倒摩托車 然後摩托車就很掃到我身上 我就是一直大叫 希望有人幫我 但我後面就聽到 公車就是直接撞進店裡面的聲音 就現場就一片混亂 事發在台北南港中坡南路 一輛信義幹線588路公車 往台北車站方向 在中午時間發生交通事故 警銷人員貨報趕底全力搶救 這起事故一共造成兩名行人受傷 首都客運總經理也在事發後趕來現場 對於司機因為暈眩而釀貨 表示公司會承擔所有費用 我們現在後續就是協助商者送醫之外 我會負擔他的所有的醫療費用 剛才我們已經給兩位受傷者 各一個押金的紅包 然後對於這個受損的民房 那我們剛才紅建議員也在現場 那我們也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紅議員會協調來完成修散 並且這個三媽撤撮鍋 他的營業損失 我們公司也會負擔 根據了解駕駛疑似在開車途中 身體不適發生暈眩才會導致車禍 至於詳細肇事原因還有在警方後續釐清 東升新聞綜合報導 這是uw nossa醫院現代目的 的順序